為了改善臺灣的交通 讓林維是零零的地方 新的出地標準 要改善說斑尾線只要有零零 不管是空還是今天 所有的車都要停下來 要有零零新過 未來要開始是死 但又因為這種新的標準 最過嚴格 他們去很多批評 今天交通部長 郭寨就表示說 早晚跟來進步 交通過 這個政策先講庭 再研究 白色的轎車來到路口到外 到白馬線向上停下來 鴨平方大來看 原來是有一個行人 剛好走在白馬線上 這名秀才叫他怕到的向上停下來 但是他完全被轎車撞到 這個地方就在台中市 沿深路三段跟四川路口 竟然他到九條裏 告白無停留行人的加速 三千六百元發還 隨著到九條裏的修正 政府看部門共識 也頂頂了路口無停留 出席的申訴是 規定白馬線只要是有人 無分分或是緊 車輪都要全無停留 六個三十號實施 結果他們去到外界的批評 太過嚴格 強行嚴重影響到車輪 如果駕駛人因為看到人 在那邊 他就必須得停下來的話 那可能 如果以台中來說的話 那可能這整條路都會塞車 一下子把法令改成這樣 我覺得是有點太繳往過正了 民眾人為改過頭 高通部長王國財 二十一號晚上 趕緊跟內政部長林佑昌連絡 決定鑑停實施 會向行人已經在白馬線 根斷 下才是過重心 才需要停留的方向演技 後禮拜才會定案 不要說有人在人行道 就完全要停等 可能是人在這個近端 就是在中華分隔線一半的這個地方 在這個範圍內來討論 執法的空間 就到了修正也就包括 會提供無廷任興臨 發援上限到六千塊 而且需要接受度安鑑識 生活也不會增落到 他們去到正義 對新作市是不是可以 讓台灣拜託興臨 第二家的歐明 也就需要時間來觀察 記者台中台北部 很高興臨 Weather 我們還是多多 瞬間 到 到 到